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 郭政堂, 大眼, 大眼 今天我們就要講, 審訊十二門徒法院門外 六國的領事, 門外高夫, 要釋放這些門徒 但是全部吃光閉門羹, 我們稍後說一下這件事 之後的就是林卓廷, 被ICAC起訴 他涉嫌在廉署調查這個7月21號案件 的時候, 將一些警察的身份公開了 我們稍後說一下這件事 再之後的就是, 有消防員在上年11月參與搞事行動的時候被捕 昨天上庭, 辯方律師的求情理由 竟然是說到, 這些消防員是有使命感的 我們稍後說一下這件事 再之後的就是, 新開的屯門至赤立角隧道 就有人已經立即打橫放了車, 企圖搞事 我們稍後說一下, 再之後的就是, 印度和越南在南海搞軍演 還說到, 印度要賣一些先進的導彈給越南 企圖制衡中國 我們稍後再說一下 再之後的就是, 一間叫做榮光飲食中心的飲食提供商 被懲教署釘了牌, 莫非是政治打壓? 我們稍後看看 最後的就是, 我們正義的何君堯, 何律師 自從因為正義得到張顯 而保留得住英國的律師牌之後 再公讀一個中國的律師資格 我們稍後看看這件事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首先就說一下, 十二門徒在昨天的中午時候 就接受了審訊 而今天的十名被告人, 全部當庭都表示認罪 也都希望法庭方面能夠重輕發落 據我們昨天的資料顯示 今天的法庭其實是不方便進行一個公開的旁聽 但是在開庭的前夕, 消息就指到 原來有部分港籍和深圳市的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 一些記者和一些被告人的親屬 竟然是有旁聽的 整件事就很搞笑 因為以我們知道, 十二門徒的家屬都是在香港 為什麼會有十二門徒的家屬去法院旁聽呢? 其實我們全部都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平時在香港見到的那群十二門徒家屬 其實並不是他們全部人的家屬 雖然他們全部蒙面 有些就像黑武士一樣的樣子 有些就像鹹蛋超人一樣 根本都不知道誰打誰 但可以很肯定的就是 從他們出席過這麼多記者會之中 都數得出他們並不是十二個人的全部家屬 也就是代表了 有一些十二門徒的家屬 就沒有被那些豬兜敵的人利用 而可能自己親自 找一些幫到他們的途徑的人 或者機構 去真正接觸這些十二門徒 亦據資料顯示 一些所謂的外國新聞記者 和最主要來自六個國家 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葡萄牙 和荷蘭的所謂六個領事人員 全部都是被拒絕入場 美國的領事就說到 他自己一早已經辦理了這個公民 亦都在下午的時間出現 就希望入場旁聽 但是法院那邊指導 當時旁聽的人數已經滿了人 所以他進不了 這些領事就在那裡吵 為什麼我們身為領事也進不了 這些東西從來先到先行 你下午才出現 早上那些到了 你就進不了 你從他們的行為都看得出 其實這些所謂的領事記者 全部都是來搞事的 例如 他們在這件案未開審的時候 就已經要高夫釋放了十二門徒 什麼都沒得說 總之你先放開人 其他人再跟你算 嘩 簡直串到這樣的 怎麼讓你入場 還有那些十二門徒家屬 在香港那些 直接要八人大橋抬他上去 又說要十四日前通知又說 那你當然是進不了場 你個人都在香港 那我們就有個看法 莫非這六個國家的領事 就以為中國是一百年前的中國 想著召集六個國家 重演一套六國聯軍 就以為中國的法院大門 就為他們移開 我想他們真是太天鎮 結果 這班所謂的領事 全部都吃光閉門羹 只有在法院門外 不斷炒炒鬧鬧 差在未裸地 可能這班領事 明知自己不能入場 都要爭取表現 到時領事變首相 實行六角大風相 咦 又是 讓你這樣說一說 自從十二門徒 他們終於肯認罪 這件消息一出之後 十二門徒家屬 和朱兜迪那班人 就很不滿 因為今次的審訊完結之後 其實他們的判刑 是需要選擇另一個日子 再宣判他們的判刑 其中有些十二門徒家屬 我都不知道誰打誰 我叫做白武士和黑武士 他們就說 搞錯啊 審完又不立刻判刑 又說擇日再判刑 究竟擇日是何時 他們已經還押了四個月 還不夠 我們想見自己的兒子 他們是這麼說的 我沒有解不加醋 還扮回他 我們看回整件事 其實偷渡月警的罪名 一旦罪名成立 一般來說 都可以監禁一年 你也會說 還押了四個月 還有八個月 如果你肯認罪 又有悔意 你起碼要多坐幾個月 你不是真的以為坐四個月 就可以回來 而另一個十二門徒家屬 就說到 他看到網上 有些一樣 都是跟十二門徒犯下同樣罪名的人士 他的審判已經有了結果 就質疑到 為何自己的老公 還未知道究竟要坐多久 大哥 犯同一條罪 都有不同的審訊日期和審訊結果 所以這班人很低子 難怪會相信朱凱迪這些人 從這件事件 我們就看到 只要你是合作的家屬 不會企圖玩東西 其實所有事情都有得談 當然 起碼你自己肯接受這個隔離 早點上去stand by 還要找回相關的官員 按部就班 按預程序 其實旁聽的家屬 大家都看到 只不過是這班人一次又一次玩 其實根本就沒有心幫她的家屬 甚至只是不斷消費他們 就好像今天都不見了李宇軒的妹妹 人家一早去了英國 踩著哥哥上位 做了所謂代表香港的政壇琴修 已經完全另一個層次 還怎麼會回來探望李宇軒 先說下一件事 說完新上位的李宇軒阿妹 完全不同了 之後 我們先說一隻out day的老禽獸 這個就是林靠岔亭 六尺四 話說 林卓廷就在昨天的早上 一大清組 就有ICAC的人上去 去家裡找他 就指到要落案控告他 三項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的罪名 這三條罪分別是 指到林卓廷分別在 上年的12月30日 和今年的1月21日 和7月16日 當廉署在調查 這個7月21日事件 的一些嫌疑人的時候 林卓廷明知 而有沒有合理的解釋 就將這些受調查的 嫌疑人的資料 公開出來 事後 林卓廷就高呼冤枉 還特地穿着一件廉署衣 他以前首過廉署的 大家都知道 就去到廉署那裡喝咖啡 他說到自己這件廉署衣 已經珍藏了十幾年 想不到今天就要拿來穿 就說到 廉署已經成為了打壓工具 他很心痛地說 還有他還說到 為什麼呢 我由這個投訴人 就變成被捕人 而在7月21日事件裡面 那些因為涉嫌事件而被捕的人 反而就沒有任何進展 就高呼冤枉 林卓廷就繼續施展 混淆視聽功夫 首先第一 林卓廷你自己都牽涉在7月21日事件 你不要假裝無辜 待會我先讀一下 跟著你的五單罪項 還有的就是 即使你是報案人 但也不代表 你在當中不會從中作緊 而因此被捕 就好像你為什麼要公開別人的資料呢 當然 你當然是說什麼協助調查 你自己又不是什麼調查人員 你協助什麼調查 關你什麼事 人家廉署都在查 你覺得廉署沒有別人的資料嗎 你根本這個行為就是立心不良 林卓廷涉嫌干犯的這條罪行 就是防止苦雷條例第30條 披露受查人身份等罪行資料 這個罪行一經定罪 是可以判處罰款2萬和監禁一年 當然 這種凌罰對於林卓廷來說 可能是屍兇見慣 事關林卓廷在背負幾宗案在身 我為大家讀一讀 除了剛才 新鮮滾熱辣被ICAC拘捕那件事之外 還有第二單 最出名的就是 他涉嫌在7月21日帶隊那件事 之後就在屯門公園 逼人查除手機上的資料 還有就是 在去年5月11日立法會 涉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 妨礙或騷擾在議會範圍內的議員罪 再追溯最後一單 就是在18年6月13日都有案在身 亦都在議會上 與保安員發生衝突 握手數數數數 他真的越來越多東西在身 當然有人就說到 林卓廷會不會走路 他這麼多案在身 會不會學了許智峰 當然 我就不希望見到 再有一個許智峰2.0出現 我們先講講下一單 消防員一向都給大家正面的形象 但很可惜 今次就被這位消防員 搞到他們的聲譽受損 有消防員在去年11月參與搞事活動被捕 昨天上庭他的辯方律師的求情理由 竟然說他有使命感 案發的時候 就是去年11月10日晚上 有一位叫志雄的消防員 穿上便服 好像平時般揹上一身的裝備 但他就在黃毒的驅使之下 去到當晚搞事的重災區旺角 坊間經常都將警察和消防員作比較 平時都議論紛紛 究竟哪一個職業才是比較正義 但這些事情 志雄很少理 因為他即將就要和警察展開一場搏鬥 他一手就拿著會燒著的玻璃盡 另一手就鬥著庫囊 戰戰兢兢地走到彌敦道與山東街的交界 但他一見到警察展開驅散行動 未出手就已經落荒而逃 還將會燒著的玻璃盡 隨便丟在路邊 這位平時訓練有數的消防員 始終都跑不過警察的封鎖線 但當警察拘捕他的時候 他又再次神勇起來 作出激烈的反抗 還在糾纏中擊中警察的頭盔 最後當然是被警察制服 制服了他之後 就在他的隨身背包裡面 找到大量的工具 那這些工具有什麼呢 有些會伸縮的利器 例如拿來堵人那些 有索帶 鎚子 鎚子 剪刀 鐵筆 還有無線電通訊器 不知道他拿來和誰通訊 但據聞 同一個案件裡面 還有另一位也是消防員 另外他背包裡面 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還有三支會燒著的玻璃瓶 大眼 你說到這裡 我作為答辯人 我就會回答 只要運用以前一些案件的邏輯 就很容易回答 我就說到 我作為一個消防員 有這些工具 很合理 對 而我這個對講機 其實就要來 和阿May通訊 我就會打給他 說 沒有 Just to say hi 那我就知道 那三個會燒著的玻璃瓶 肯定是智雄想拿回去研究 看看有什麼辦法 可以最快地破滅這些玻璃瓶 不過上到庭的時候 他的辯方律師就不是這樣幫他求情 我們就聽聽他的辯方律師怎麼說 辯方律師說到 阿智雄他任職了消防已經有十年了 我們就覺得 既然任職了十年 應該很有紀律 做得紀律部隊 那麼 律師還說 他表現優秀和很專業 還曾經獲得上司的讚賞 不知道是不是他拿玻璃瓶去研究的時候 他上司就覺得他很乖 很聽話 辯方律師還說到 阿智雄參與過拯救行動 就獲得家許的 其實有哪個消防員的職責 就不是做拯救行動 拯救 拯救是你們的職業 如果個個犯了事 都用他的職業 拿來做求情的理由 那樓下送外賣的外賣員都可以 他都可以說自己每天都送這麼多外賣給香港市民 而且還常常有市民加許他 也 褲袋的兩元就是 最後 辯方律師 還說到 志雄他 很有使命感 以拯救他人生命為優先 我就看不出 那個會燒著的玻璃瓶 是怎樣可以拯救他人性命的 而且 他那份很強的使命感 我用放大鏡也看不到 好啊 現在他就斷正 沒得抵賴 他自己也承認了所有控罪 就將還到1月15日 去等候背景的報告才判刑 相信很多市民都關心這件案 畢竟有紀律部隊 知法犯法 而且在犯案過程中 也踐踏了他們自己的專業 接下來 我們就講一下 這個新通車的屯赤隧道 頭一天通車 竟然有司機開車進去 他還打橫拍了一輛車 爛著一條路 話說 這位司機的身份 就在這個屯赤隧道的判頭之一 懷疑因為一些勞資問題 所以他就利用他自己判頭的身份 在這個隧道未通車之前的30分鐘 就已經開車進去隧道那裡 還打橫把他的車拍了在這裡抗議 其後警察呢 就將他拘捕 還在他車上 就找到一把很長的工具 這把工具是用來拖的 就不是隊的 其後 帶到他回警局的時候 他還發脾氣 還打爛了警局裡面的那張椅子 所以 之後他很有可能 會被加控這個刑位 講開這條全赤隧道 我們就覺得實屬是衛民措施之一 因為沒有這條團赤隧道之前 我們出入機場 只是靠青馬大橋 去年什麼環境大家都看到 一些反對派 說要搞機場 那天都令到青馬大橋失爆了 現在再建一條團赤隧道 除了可以減低青馬大橋的負荷之外 還可以方便到大西北的市民 大大縮短他們去機場的時間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由於我們香港要融入這個大灣區的發展 所以 繼這個團赤公路通了車之後 如果一些在深圳那邊 過來我們香港機場 搭飛機的同胞 就可以縮短他們的行程 令到我們香港的國際機場 繼續在大灣區這裡 保持有優勢 而且 對於大嶼山的居民來說 又可以多一條路可以連接出去市區 不用怕再有人過來搞事 之後這件事就是一宗軍事新聞 話說 印度竟然聯合了越南 就去南海那邊 搞一個軍事演習 印度那邊還說到 接下來一定要加強和越南方面的友誼 其實目的就很明顯 印度就想透過越南 去制衡中國 印度那方面還說到 要幫越南成為一個現代化 先進的軍事強國 看來印度人又想創造奇蹟 實行 連自己都未是這個現代化軍事強國 就幫人去現代化 印度為了配合 要令到越南變成這個軍事強國 他做了一個動作 最近就有傳 印度就會售賣一個 他和俄羅斯合作製造的導彈 去給越南方面 這宗新聞一出了之後 連登仔那邊非常開心 因為他們無形中 中了印度人 吹水不抹嘴的招式 印度人說到 我們賣給越南的這支導彈 非常厲害 這支導彈的全名 就叫做布拉莫斯導彈 可以是一支和俄羅斯合作研究的導彈 好聽一點就叫做合作研究 其實就是由印度人出錢 俄羅斯出技術的一支導彈 當然印度人是不會這樣承認的 這支導彈 就被印度吹到 它的射程高達1500公里的範圍 一旦由越南的任何一個地方發射的話 它是可以覆蓋中國六大城市 包括深圳、廣州、成都、重慶、東莞和武漢 也指導這支飛彈 它的飛行速度非常快 達到音速的三倍 即是意味著 導彈不能被中國任何的飛彈防禦系統 攔截得到 就算連中國的航空母艦 也成為它的對象之一 就令到越南的實力大大增強 但其實看回這支導彈 它的性能絕對不是印度人所說 據我格仔的軍事常識知道 這支導彈本身的射程只有300公里 但由於最近一些在俄羅斯方面的更新 聽聞它的射程最多多了一倍 即是600公里左右 而根據國際慣例上 一般售賣的導彈 射程範圍即使有600公里 但你也不可以賣一個這樣的版本 給其他國家 你最多可以賣到280公里射程的導彈 我就算當印度賣了600公里射程的導彈 給越南也好 那就絕對不是1500公里範圍 就絕對打不到成都、重慶和武漢 最多只能威脅深圳、廣州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一向跟越南也好近 其實就沒什麼好說 很明顯 印度人這次要吹水不抹罪 就是因為被我們中國的導彈刺激了 其實剛才印度人所說的數據 就是參考我們Evoto的這支導彈 這支導彈叫做長劍100巡航導彈 剛才印度人所說的數據 有3倍音速有1500公里射程 又在任何地方可以發射 其實就是我們中國這支 長劍100巡航導彈 印度人這次只不過是把自己的名字 按下去代替我們中國導彈的名字 然後再作新聞 誰不知連登仔都信了 就說到這次厲害 有印度賣導彈給越南 越南有布拉莫斯 在南邊陣守著 北邊又有薩德系統 中國這次還不死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軍事常識都沒有 薩德就是防空導彈 而布拉莫斯就是進攻型的巡航導彈 包括打地面和海上目標 兩種不同的東西 剛剛說到有南海軍演 印度派了一艘軍艦去參加這個軍演 多有誠意 還有這艘軍艦是一艘反潛的軍艦 上面完全沒有任何專業的反艦導彈 基本上只有被人打的份 難道他指越南的戰艦能夠為他護航? 所以越南和印度搞這個南海的軍演 其實全部都是戰把 當然印度那方面是不甘心的 他就說到 越南我真的有心幫你 他就賣了十二艘高速巡邏艇 給越南 還說到 越南你不用出錢 我借錢給你 你拿著它用著 首先這個是我印度為了以表誠意 而首次和你越南建立的軍事大型項目 從中我們真的看到印度很有誠意 他這麼大型的項目 究竟有多大呢? 他賣給越南的巡邏艇 和我們出海搓墨魚的遊艇 而且尺寸是差不多這麼大 還有 上面 配備兩支機關槍這麼大 可以見出印度真的非常有誠意 但越南方面 亦都非常受落 在這個 滿天都是飛機 一天都導彈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軍備 基本上 不可以說是戰把 直接想對付你 都浪費子彈 我們先說下一單 話說在長沙環有一間叫做榮光飲食中心 長期為荔枝各收押所 提供他裏面收押的人的私人飯服務 最近被吊銷這個牌照 原因就是 裏面有三個理大搞事案的被告 在裏面收押 而有人帶飯進去給他 帶飯進去給他的人 就是2016年 旺角搞事分子裏面的其中一員 很多人就會說 這件事究竟是不是一個政治打壓 其實根本就不是 因為他們事實上是有做違規的事情 他裏面就送了一盒 不是他們原定菜單裡面的飯 只要你不是原定菜單裡面的飯 裡面所有東西都要有規有矩 不是說你喜歡帶什麼進去就帶什麼進去 事情發展了之後 有關的員工 都被罰1000元 以及要守行為15個月 他們觸犯了的條例就是 未獲授權物品入監倉 通知期就只有三天 他們在三天內 停止營業 對老闆來說 他當然是覺得自己做生意的話 他當然是為自己說話 但他不明白問題的嚴重性就是 因為懲教所裡面的東西都有規有矩 不是輪到你自己上碟就怎樣 何況你的名字叫榮光 你自己也充滿了嫌疑 這節目最後 讓我講一些開心的消息給大家分享 話說何君堯議員 何律師 他成功保住自己英國律師資格之後 他就力求尚進 現在還在上中國的民事訴訟法的課堂 那快要上完 下個月就考試 就向中國內地的法律界 來大展權腳準備 何律師現在手上有什麼資格呢 他現在有的律師資格 就是可以在香港、英格蘭、威爾斯、新加坡 這些地方來執業 考完的話 就可以在中國做到民事訴訟的律師 如果再讀下去 例如說 如果讀一些和國安有關的法律 我就想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將來有任何人 上到中國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那幫黃人就說 我不要你官派律師 你不公平 又這又路又成的 好現在兩條路 要是你要官派律師 要是你要何律師 那你隨便選擇 如果是這樣 情況都幾搞笑 尤其是那個協助十二門徒家屬 那幫人搞風搞雨的這個朱兜迪 他遲早都送上去 那就搞笑了 到他送上去的時候 拿給兩條路去選 要是隨官派律師 要是選你的死對頭何律師 你隨便選擇 情況都非常諷刺 說不定 朱兜迪和何律師都相識一場 可能何律師會給他一個八折 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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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